现在比赛开始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直播 还是第三个剑5 威武欢乐争霸赛 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 朝圣者战队 对阵 我们的WTC天空之城战队 那么比赛的直播 大家看到现在网页直播 是有三分钟的延时的 这个是为了保证比赛的一个公平性 以免有人作弊 那现在已经进入到选人阶段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 左边 左边这方CKC 要范格所在的这支战队 是朝圣者战队 已经选定了一个中午法师 是蓝星公主 我非常强力的一个法师 既有团控又有AOE技能 然后右边的这个 WTC战队的话 选定的中午法师应该是电路 电路女神 电路女神的大招非常强力 是有一个全屏的大招 不管你身在哪里 都可以中了他这个大招 突然会有一道雷劈下来 然后选定了其他 然后 WTC战队的全部选人 已经选完了 然后分别是阵容斗士 然后严锤统领 电路 然后刺客 盗贼 然后还有一个是豹子 然后进入到竞技场画面 OK 我们来看一下 朝圣者战队这边的雪人 暴力 身猴 岩锤 铜链 两个肉 然后 魔能公子 一个技能型ADC 然后一个阵容斗士 充电的物理输出 然后再加上一个蓝星公主 团控的一个法师 那么从整体的这种看下来的话 朝圣者战队这边 整体偏肉一些 而且整体偏打团 打团一些 然后但是 呃 WTC战队这边的话 就是前期主要靠发育了 然后因为 呃 团控技能并不是很多 这边团控技能只有 呃 WTC战队这边团控技能 只有真龙斗士 一个人有团控技能 然后 诶 我们来看上路这边 奥巴尔斯漏了一个一血 应该是WTC战队这边的话 直接四人三人抱团往上路走 然后打 这个朝圣者战队没注意 然后被抓了 这边这个电路在 秀自己操作 秀走位 还在秀 诶 这 啊 上路我们来看到 这三个人 五打三 这样的话 直接要死了 这WTC战队有点浪了 因为他们可能不想轻易地放对面 这个 回复bub 这个野怪 因为这个野怪是有 打死他之后 会有回复的生产技能 这个生产技能 对于打野的英雄来说 啊 很重要 可以提高他的打野效率 这样的话 本来是 WTC战队拿了一血 然后具有一定优势 但现在因为 贪 啊 贪了一些 然后结果人头先是2比2 打平了 这边 到底是谁来打野 是谁来打野 还是这个 盗贼 打野 下路的话是两个ADC对单的 中路的话 应该是 两个法师应该是五五开 这个电路的Q技能 CD非常短 只有五秒 然后是可以向敌方目标 放出一个闪电球 然后这个蓝星公主的话 是有一个AOE的技能的 上路这边 朝鲜之战队应该是 双打野双游走的情况 但是这个上路的英雄 真正都是其实不太好 下路 啊 今天状态不太好 老师都能同 看上路这边 朝鲜之战队已经 双游走已经绕得上来了 哎 要上了 要上了 哎 跳早了 我觉得跳早了 哎 但是这个控制 貌似接的早一点 哎 但是爆发还是够的 这样的话人头三比三 双方的双游走 效率都比较高 两分钟之内就各拿了 三个人头 更正下 我们的直播延时 应该是有三分二十秒左右 这样的话双方前期 都是各自三个人头 下路这块的话 朝鲜之战队这块有个眼 要看到对面的动向 所以说ADC走位 应该会非常谨慎 中路法师来到野区商店 买了一个装备 买了什么 应该是合成了一个鞋吧 哦 买了一个400的零凶法球 加5的魔法攻击 电路女神 应该身上还有经济 还没有买装备 下路这边锤子插了个眼 然后把对面的这个 尸业眼给反掉 这个针眼给反掉了 这块的话 朝鲜之战队也在这个高地 这块插了一个眼 防止对面的双游走肉 绕这个高台啊 这个眼确实还是有些必要的 上路这边兵线进塔 然后 常者站在这边 现塔赛收起来 然后这块的话 应该是三人开始游走了 三个人都没有五级 都没有大招 这样的话 看是往这块应该碰到了 中路这块 我们来看 这样应该抓不到 哎 我们看到这块 这种都是一个跳 没跳到人 被一个墙隔住了 这个墙就跳不过去的 三个人走位 这块双方都有一个视野眼 双方游走的频率都很 双方游走速度都很频繁 经济基本上持平 都是九千 来看这边 这边是双人游走 但是这块是有一个视野眼的 已经被人家看到 看在眼下 但是这样的话 游走的效率就非常低了 对自己非常伤 上路这边 朝鲜者趁着对面的英雄 开始游走 然后快速带线 把兵线逼到塔下 但是英雄回防也比较快啊 对面的英雄 来看中路 中路应该是有一波团了 虽然是三打三 蓝星公主要放大了 漂亮 大住三个人 但是锤子先起 但是这边 这边也漂亮 萌诺公子放了一个大 应该是大空了 这样的话 人头是一换一 这个呆呆兽 我们简称 小boss简称了呆呆兽 还没有人来打 因为如果是 对于局势把握比较有控制性的话 这个呆呆兽 非常必要提早拿的 因为呆呆兽拿的越早 对对面产生的威胁越大 前期对面没有装备的话 打掉这个呆呆兽是非常困难的 我看出来这边 这个朝圣者战队的战术啊 就是三路都有英雄赖线 然后只要保证 线上英雄不死 然后猥琐的推你的线 牵制你的英雄去游走 这样的话 大住战队如果三人游走 一直没有比较大的一个 好处 没有比较大的一个好的反响的话 这样的话对自己非常伤 而且越打越心烦 因为对方意识的在线 前置自己 在线英雄有一个好处就是 只要对面的游走英雄 没有游走到的话 自己的等级会 经验和等级都会非常高 那我们来看这块 要翻哥开了一个打翻 自己没蓝了 开了一个回复buff 会不会被秒掉 哎 漂亮 这个蓝量没有算好啊 想反杀对面 结果开一个大派 就没蓝了 这个大嘴冲上来也要死 漂亮 这个锤子死不死 应该不敢冲啥 前进还是太脆了 这样的话 因为一个计算失误 所以导致了送了两个人命 我问题不大 应该是就是被破一路的节奏 被破一路以法的节奏 中路的蓝星公主 一直没有动 没有大反弱的游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动 现在已经七级了 我来看一下双方的等级 达布西战队边是六四七七五 已经有四个英雄都有大招了 呃 朝春之战队边的话是四四七一七 然后有三个英雄有大招 这三个英雄都是赖线的英雄 确实赖线 持续在线上赖的话 等级和经验都会比较多 但是这两个打野双游走的英雄 应该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等级了 等级如果太低跟不上的话 后期打团会非常吃亏 出来再排野 应该最后一下排掉了 漂亮 这个锤子会不会死 啊 这个锤子要死了 这个摩托公子放了一个大 一个大明显杀不死人 蓝星公鼠想来支援 但是应该杀不死对面就没有放大 真是舍命排野啊 这个锤子辅助太经验了 现在人头比7比4经济差 总体经济差只差了1000 并不是特别高 因为确实这个三人游走 WC战队这边三人游走的话 导致这三人一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经济法育 所以整体经济的话并没有占有太多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三把剑 5为5分的争霸赛 小组赛最后一场 对阵的双方是 对阵双方是WTC战队 对阵朝圣者战队 哎 这个锤子一个反眼斜的效果 反掉对面一个视野眼 10分钟11个人头 我们来看上路这边 双方战队在上路野区一块发生了一波团战 WTC战队这边优先被秒掉两个人 应该是应该是战位分散了 这样的话 朝圣者战队可以趁机推一波逼一波中路 哎 这个摩登公子还不来吗 他要去下路收线 哎 为什么不逼中路呢 我觉得拿到中路塔的话 会对三个人来抱团 拿这个呆呆兽 这样也算一个选择 但是这块是没有视野的 这边应该察觉了 这块是有WTC的视野眼的 这样的话锤子有五级 要先手大了 锤子已经先手大了 哎 但是戴戴兽已经被拿掉了 哎 漂亮 这块常识者战队 这种都是果断回头 开大招回头 反反控两个人啊 这样的话人头反超 8比7 方战领先一个人头 啊 总经济也反超啊 02000 2000 啊 啊 好 一 哎 嗯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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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补刀情况 全场最高的补刀是 哇是朝生者战队这边的阵容斗 是95个补刀不断 不愧是前期一直在线上发育的一个英雄 然后紧接着排名全场排名第二的是 也是朝生者战队这边的蓝星公主 69个补刀 排名前三的补刀都是朝生者战队这边的 这样的话 朝生者战队这边的ADC已经出到一个死裂 物理输出就有一定的提高了 下路这边还是依然三个人抱团 想抓人 但是 这块朝生者战队是有一个眼的 锤子想来往中路走 但锤子不好抓应该杀不死 这是一个真眼 应该看不到对面这个动向 刚才 但是把对面的这个视野眼给反了 就要想先手 但先手这个肉盒不太好吧 先手这个肉盒貌似是一个不太好的选择 双方交换了一波技能 但是明显 欠人头是二换三 四换三 漂亮 团面对面一波 刚才确实啊 刚才这个盗圣 直接先手对面这个坦克英雄 确实对面坦克英雄很弱啊 怎么可以先手坦克英雄 这样的话被蓝星公主和真龙斗士反控一波 然后直接爆发了一波 然后先手秒掉了三个英雄 这样的话剩下两个英雄不好打了 这个团战策略确实是有点不太好啊 然后前期的话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那个三人游走 真龙斗士在没有到达五级情况下 就开始与其他两个打野英雄 开始三人游走 三个游走的英雄都没有五级 这样的话导致控制技能的话 都只有稳定控制只有一个 因为盗圣的控的话 必须要闪到对面身边 才能控制到对面 所以说稳定控制只有锤子一个 这样的话导致三人游走的效率会非常低 这样的话人头比是十比十三 潮生者领先三个人头 经济差的话潮生者也是领先将近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足够出一件大装备了 来看圣坛技能的控制 WTC战队这边的话 圣坛技能是只有三个英雄拥有 圣坛技能 是三个游走英雄啊 然后 潮生者战队这边的话 是除了中国法师以外 都有圣坛技能 下落的冰线 WTC把冰线带到对面塔下 然后开始往平路走 应该是想逼一波冲物团 哎这会儿 对面刀声 因为是脆皮啊 然后一个走位十五直接被对面给秒掉了 这个闪电路女神 应该蓝星公主出了一双跳鞋 直接跳到电路女神面前 然后开了一个大控制住 杀一个算一个 哪怕我的大只能 碰到一个人 这样的话 对面死了两个人 圣坛技能 这战队这边是可以抱团推塔了 看今天晚上 WTC战队的策略和发挥 可能都有点失常 不知道后期能不能搬回来 因为前期的话 达哥现在对面还是打的还是不错的 这边一个人在抢对面的也有点不明 是吧 这个实在是浪过头啊 只能跟你说再见 哎 这要一个重重走啊 有点犀利 骗了对面三个大招 骗了对面两个大招 这样的话 对面这种都是把大招放掉 现在这一波打团的话 是不是朝圣者要逼一波对面的快团了 哎 这块的话 正好在这个草丛里面 有着朝圣者战队一个真眼 然后WTC刚查一个假眼就被拍掉了 浪费70块钱 我们可以看到 朝圣者战队这边对视野的把控非常积极啊 下路全部都是真眼 既有真眼又有视野眼 你查一个我就反一个 大家在这我刚刚刷新 然后这边的话朝圣者 就马上来打 因为对面是刚刚放过大招的 这种斗士没有大招的话 就 呃 威胁就降低了非常多 现在打了 呃 朝圣者战队开始五人逼塔 这个塔水量不多 应该是可以拿掉的 没有太大问题 拿到之后就立马回车 应该是要抱团推下路塔了 哎 WTC队现在开始三个人来到下路 想守这个二塔 但是现在是五打三的情况 哎 一个蓝球主 一个大招 大招对面两个人 摩托公子紧接着跟着一个大 这样的combo连得非常好啊 直接秒了对面两个人 这样的话这个高地就危险了 哎 差一下 这样的话 WTC队队死了两个人 对面应该四个人都有回复buff的 这个回复的生存技能 应该还没有开启 这样的话高地塔拆掉 超胜者急急撤退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三阿剑 然后是一款完美世界新代理运营的一款 休闲竞技类网游 然后这款游戏的话不仅具有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mova模式 然后也就是竞技模式 然后除了竞技模式以外的话 还有冒险模式和领地模式 然后也就是说三大不同的玩法 具有在一款游戏里面 而且这三大玩法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 我们的竞技模式的话 目前是具有两大玩法 然后包括5v5和8v8 然后5v5里面具有一个创新的点 是符文剑技能 也就是圣坛技能 圣坛技能的话是可以通过打野 或者其他的一些途径获得 然后在8v8里面的话 具有一个变身boss的系统 玩家在杀死某只指定的boss之后 可以变身成为那只boss 然后拥有那只boss的外形和技能和主性 在冒险模式里面的话 也就是传统的MMORPG的一个玩法 然后具有完整一个RPG游戏的打怪升级 然后提升装备 然后提升人物的属性 等完整的一个机制 然后副本是具有两条大的线路 一个是剧情副本 也就是说有小怪 有精英怪 有boss 然后玩家会打起来轻松一些 然后同时可以了解一下游戏的故事背景 同时还具有一个征服制度副本 这一系列的副本的话 是提供给玩家 在有一定的装备基础 和一个有一定配合的团队之后的话 来挑战boss的一个具有一定难度的一个副本 当然难度越高的话 获得的装备也越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战场 漂亮 蓝星公主先手一个大招 紧接着摩登公子开大 然后锤子直接正好也搭下来了 这样的话一套combo连的非常好啊 应该是肯定是有练过的 这人斗士应该是推到了一个冰甲 这样的话 朝鲜者战队一波团战 接团灭对面四个人 然后破了下路高地 这样的话优势就非常大了 现在人头比是21比10 领先了11个人头 总经纪也是领先了1万 因为对面只有两个人 这个输出太高了 阵容斗士这个输出 我们来看阵容斗士装备 CGC要翻戈 出了一个冰甲 一个撕裂 然后一个鬼手 既有输出又肉 这样的话 漂亮 蓝星公主先手一个大招 就是瞄你ADC 你ADC就是没有输出啊 这样的话 确实可以看出来 朝鲜者战队这边的 私下的沟通和配合 包括执行力都非常好啊 打入CGC战队这边 虽然是上一届的压局 但是可能这一次的发挥 确实有一些失常 包括策略前期也有一些问题 现在的话 朝鲜者战队已经破掉 对面的两路高地了 还剩下最后一路高地 当然 WC战队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因为我们的游戏 是没有BD机制的 也就是说冰线没有到塔下 我打打塔的话 也是可以 打塔也不会回血的 这样的话 就有一种可能 就是只要团灭对方一波 我就直接来拆你的塔 同时我们的游戏当中 这个视野眼 是可以扛塔的伤害 也就是说我只要戴上十个眼 就可以扛30下塔的攻击 这样的话就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翻盘的 一个途径啊 就看能不能抓住 某次机会团灭对方一波了 哪怕只团灭对方四人 但是这块我们看到 这三个人抱团 他又被对方抓了 这样的话实在是太不小心了 抱着一个小圈的心态 对面的团控技能非常多 真龙斗士自带一个团控 然后又出了一个兵甲 是双团控 然后还有另外的两个团控英雄 这样的话 超胜者战队这边的盛势 就基本 优势基本就转化为盛势了 上路已经不拆了 然后就直接来拆你基地守卫塔 这个WC战队这边的ADC 还在鼓鼓坚守着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补刀 100个补刀 但是对面的这个阵容都是 已经170个补刀了 这个经济差距确实有点大 确实前期的三人游走 有些不太明智啊 不知道这边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三个人都没有到达五级 连大招都没有升 控制和爆发都不足够 平常下游走起来确实效率可能不太高 除非对面所谓比较差劲 但是这是比赛啊 应该以谨慎为准 这样的话 WC战队应该是要选择找个机会 最后一波 潮流战队应该趁着自己优势 然后对方不敢出塔 然后再拿那个呆呆兽 呆兽只要出现在中路或者下路 都会非常有利于 果然是中路 这样的话 潮流战队可以选择下路推进 或者上路推进 兵线的话 因为本身自己这边中路下路 就已经是大兵了 这样的话 WC战队的兵线压力就非常大 因为现在基地守卫塔已经没了 小兵是可以直接来打基地的 而且 对面还是大兵 自己的小兵 兵线肯定是扛不住的 哎 蓝星公主又牵手大弹 只大了一个人 但是对面的英雄实在是有点脆 我们来看看这个 漂亮 我们看到潮流战队 这边的战龙斗尺 确实是就盯着你的ADC来秒 你ADC什么都上来 我什么都上来控你 这样的话 基本上潮流战队就锁定了胜决 那么 也非常遗憾啊 然后WC战队这边是 可能没有发挥好 然后那么恭喜 呃 常识者战队 然后第一次下比赛 然后直接晋级了 我们比赛的八强